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月色摇曳在心间 看城市与新人缠绵 酷咖啡也开始变香甜 指引你在我身边 你看啊 这青春 不忘凝结成缘 再承受下一转 下一个明天见 灯红朵花样 擦肩万签的喧嚷 随风破下 一片 一片 闪暖了誓言 原来年春花开 荣荏浪漫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啦 您好 客气 哦 您好 客气 哦 您好 简开包装 好 那您签下字 我拍照 嗯 嗯 好 谢谢 好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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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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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收到了一个新手机 目测是男生送的 那你可得加油了 这我的人可多了 那你可要抓住机会了 建议直接嫁给这位送手机的男生 丑屁 大怪兽加油 小朋友爱你 您是单身吗 您是单身吗 不是 有男朋友了 毕业后有结婚的打算吗 结婚 那倒不着急吧 师傅 您放心啊 我马上就给您发过去啊 别着急 先来实习的吧 来来来 打个手 打个手 不是 我 跟我走 你能够看一眼吗 我不太清楚这个英文的意思 我不是这个专业 你什么专业呀 田径 超市 好好好 谢谢 来喽 你说 那田径专业 他怎么想的呢 他一个田径专业来 互联网公司面试 他想做什么呢 我今天去面试的时候 在前台寄了好几份快递 结果那个公司的人 都把我当成了新来的快递小哥 那个历史还跟我说 让我回来等通知 可能是通知我去取快递吧 那你就居然的 好歹是找到工作了吗 我一个设计师 我去送快递干嘛呀 我目标明确 就是奔着最好的设计公司去的 别动摇我啊 那你动摇动摇我吧 我现在啊 去哪儿都行 我就想赚钱 我就把我装修的钱全赚够 过得够装修 装修跟设计家具还有区别吗 那设计不都是相通的吗 那我只能从现在开始去装修了 你想要什么样的房子 我想要 我想要那种 你进门 就五颜六色 就可以是一种特别温馨 特别温暖的感觉 那一刻 我多想把能给的一切都给他 我画出了他理想的房子 却没能给他一个幸福的家 你都连我的天 你相信拥有了泪眼 怎么断变了鲜 当幸福又是不期而遇 就彼得那指尖 让一切都描不可言 星星眨眨眼 想告白 让你相识从光 你早来 好bn堡 原本 你会有什么 不呐 你吐 你 küç 你 看看 了 在乎 我要 你这东西还挺多 新帝来了 干爹 怎么的了 这事 陈轩那个大忽悠他劈腿了 那那那那咱就不跟他在一块 跟这种人还留着过年呢是吧 还跟我说 好 可以让我住在他那儿 得找老房子的老子吧 我呸 我能让他们两个癞蛤蟆 把我看扁了吗 我直接收拾行李我就走了 我住酒店我都不住他那 对 那你住酒店去 住酒店多贵啊 傻呀 所以上我这儿住免费的来了 那你家不就是我家吗 是不是干爹 住住住 想住的啥 我住的啥说 没关系啊 吃饭了没有 我竟顾我瞅假 哪有时间吃饭 那那行 那我给你坐坐点去啊 好 谢谢干爹 我都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那陈轩那就是不靠谱 不听啊 那谁还没个看左眼的时候啊 大学四年你都看左眼八次了 这次我想明白了 我绝不可能再和这种养鱼的咱恋爱了 我自力更生 我要靠自己 这沙发睡觉晚上会不会有点紧啊 你闲心你出去住 我抱着你睡还不行吗 我都失恋了 我都失恋了 你不得安悦我一眼可 行行行 别哭了别哭了 我被逼醉了 我还不得安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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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行 我不得安悦我 我还不得安悦我 我还不得安悦我 你卖了 就好 你干什么呢 这么不靠谱 都面试去了吗 面试 人心不古 适风日下 你说是不是毕业之后 快乐就都没有了 我是不是应该 最后好好看看这象牙堂 等下踢完球干什么 约会 又约会 老夫老妻了 怎么还天天约会 羡慕呀 来啊 明天就毕业了 我们就要离开这 就长大了 不用长大呀 好好陪在我身边 我保护你 继续做小朋友 最后一次下演员会 走了 我保护你 好喝 我保护你 对我 好喝 从 fairy tales to wonderland no matter where you go we're gonna take you slow so step by step I'll keep your pain oh let me be the one baby I just wanna give you my heart where have you been 奖励你个仙女吧 I waited all my life oh yeah 来 I just wanted to know that I'll be true girl I promise I'll give you my love to you 你许的什么呀 靠近点 告诉你 从 fairy tales to wonderland no matter where you go we're gonna take you slow so step by step I'll keep your pain oh let me be the one baby I just wanna give you my heart oh I do the do the body that I do today Oh let me be the one Baby I just wanna give you my heart 是因为小年没经见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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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说点正经事啊 我陈某几句话想送给在座各位 虽然我们之后会分散到五湖四海 但是我希望十年之后 我们几个再聚首 腰缠万贯 然后再加个一锦还乡 再加一个八九盐欢好不好 好 闭眼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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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闭眼 闭眼 你爬了快走 你爬了快走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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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九十二十多 一千二十多 二十二十 多少生日啊 二十 els我 好 好 我请你吃菜 陈光谱 你不想给菜种劲子 我知道了 知道了 喂 您好 我是 不是 怎么了 您再说一遍 怎么回事啊 怎么了 跟我们没关系啊 开发商现在不出面 我们只是受罗的 可别的狂脸了 什么叫跟你们没关系啊 没钱我们都交了 你怎么说没就没了啊 我们有什么办法啊 我们又不行开发商 你们有什么问题啊 我们去找开发商 你们一大群 来这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慢点 我没事吧 要不咱们上医院看看 不用 我就想知道我的钱怎么办 刚才警察也说了 这个问题得找开发商协商 咱们是受害者 实在不行 你起诉 是这开发商在哪儿 我刚才拿了一张名片 这有地址 我去找 别着急了 这房子是我跟我爸全部的积蓄 我已经打过我省吃俭用交 这案件已经交了一年多了 他现在告诉我 我这钱没了 我这房子也没了 我都不知道我怎么跟我爸说 别担心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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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担心了 你好 你好 是曙光万林地产吗 这时候要有一个律师男朋友 该有多好 不对 应该有个有钱男朋友 才是真的好 男朋友有钱 还不如自己有钱 那更难 等我先把脸整 波波 我是小雀 我想问你一下 那个 我记得你之前说 你男朋友的爸爸是律师是吧 是这样的 我们家这买房子出了点问题 想找律师咨询一下 泰国人 你男朋友也是泰国人吗 继父 会 会说中国话吗 好吧 谢谢啊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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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烦了 拜拜 不是 大哥 居委会那是协调家庭内部矛盾的 能给解决法律问题吗 谁跟你说离婚了 说了八百遍了 买房子买房子 还有个人就什么来着 喂 好 我知道了 有感冒症状 999感冒里 暖暖的 很贴心 邀您观看 精彩剧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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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担心 我们有办法的 林拓 你说这钱 我们要是要不回来 怎么办呀 那我就好好赚钱 再给你重新买一套 更大的 别想了 你确定能行吗 我怎么有点紧张啊 别紧张 一会儿你就盯着他们领导的眼睛 一个表情不要有 一句话不要说 明白 许总 就是这两位业主要求见你 这是我们项目部总监许总 你们要求见的上级领导 你们找我什么事啊 你是曙光家园的负责人吧 曙光家园项目的事情 我们已经做了说明 是承接施工单位的负责人携款逃跑 我们已经按照合同约定 支付了他们楼盘建筑的费用 现在违约的是施工单位 不是我们 施工单位是作为你们的乙方 承接了这个楼盘的建筑 我们作为业主 购房合同是和曙光万联地产签约的 所以你们所说的这个乙方 和我们没有任何的合约签署 我们之间也没有关系 所以 无论这个施工单位是哪个 都不能影响我们对这个房屋的权益 对吧 那你们可以选择退房啊 谢谢 徐总 不好意思 退房这个策略 可能是你们针对那些 对法律完全没概念的业主 我们很清楚 退房换句话说 就是我们单方面地放弃了权益 你们不会退我们首付款 更谈不上赔偿 退房者作为整个链条中 最后的受益者 只能收到一张白条 成为被动的债权关系人 退房者作为整个链条中 对吧 听你这意思 是让我现在就把首付 退给你们是吗 不仅是首付 虽然现在楼盘面临烂尾 但是我们和银行的按揭 已经成立了一年 银行不会因为楼盘烂尾 而和我们终止按揭关系 只要我们不还贷款 我们的征信就会出问题 银行还有全力起诉我们 要求我们一次性交付 全部贷款 这些问题 你们肯定很清楚 所以我们要求 归还首付款 和已经支付的按揭 包括利息 解除购房合约 终止银行按揭 那你们和公司法务谈吧 当然可以啊 如果 我们没有办法 在这件事情上 拿成和解的话 我们就直接去法院 申请房屋保全 起诉曙光万临地产 申诉后拿到申诉状 我们就可以强制执行 优先获得赔偿权 这样 无论这个房产 你们是拍卖 还是留在公司 但凡你们有钱 就会直接进到我们的账户 太炸了好吗 我都没听话说过 那么多专业术语呢 练了好几天了 天天拿我练手 这就搞定了吗 能拿到钱了 怎么可能 他们不会轻易给钱的 要真是施工方跑的话 他们要处理的事多着呢 不会先解决我们的问题 律师也说了 要先申请房屋保全 还是要走法律程序 先解决银行贷款的事 来 赶紧知道这事了吗 我哪敢告诉他呀 他要知道了 那不得你骑人过去了 也是 喂 嗯 我是 啊 啊 行我这就去啊 怎么了 我爸进医院了 吃饭 什么情况 来 你慢点 我给我帮帮 哎 哎哎哎 我刚把老安送到医院 应该问题不大 我这边忙完啊 我马上就过去了 放心吧啊 好了好了 放心 金叔 我爸怎么知道 那房子的事呢 哦 我们车队有几个人啊 也在那儿买了房子 刚才不提起这个事吗 你爸那血压一下就上了 当时就晕倒了 还好啊 我们打了一二零 这不送到这儿 医生说啊 现在问题不大 好 小军啊 你们那个房子 你到底打算怎么处理啊 正解决呢 我们去跟开发商聊聊呀 哎 那就好 这房子啊 可是费了你爸一生的精力 如果说房子和钱都没了啊 那你爸肯定收不了 你得把这事处理好啊 好 知道 没事 您去忙您的 这儿我看着呢 那我就过去了 您去吧 有什么事随时给我打电话 好的好的 接近叔 喂 哎哎哎哎好嘞 在哪儿啊 哎医生 我爸现在什么情况啊 目前稳定了 但还是要做个全面的检查 哦对了 这次病人的病情啊 不仅仅是高血压 经过我们初步判定 应该是关心病 关心病 严重啊 嗯 还是得先住院 具体情况 还是要等全面检查的结果出来再说 哦对了 好 病人现在需要静养 不能受啥刺激 你要注意他的个人情绪啊 好我知道了 嗯 嗯 谢谢您啊 叔叔怎么样 嗯应该是没什么事了 要不去看看吧 行 嗯 嗯 爸 叔叔 嗯 我我这怎么了我 你没什么事啊 慢点 你去高血压晕了一下 慢点 雪压高了 对 我说头子怎么疼呢 对了 那个房子的事咋咋样了 哎 房子的事没什么啊 能解决 解决啥 一个小孩能解决出啥的 不是 你这么大事 你怎么不跟我说一事呢 又不是什么特别大的事 我们去跟那开发商聊了 人家都同意赔偿了 放心吧 今天人家这么多钱 人家能说赔就赔啊 不是 小小拖您说 哎 叔叔 要不然这个事 咱们等您出院再说 就我这情况 我出得了冤枉啊 你又胡说 你不就是高血压 然后晕了吗 在这儿躺个几天就没事了 不是 我跟你说你 你们要不把事情跟我说清楚了 我躺不住 我这还得着急 叔叔 律师我们也找了 然后也跟他们聊了 现在就是当程序 这个钱咱们肯定能要回来 您别着急 找律师了 找了 找律师 不是 找律师是不是得花钱呢 爸 你安心养身体啊 没什么事 干爹 干爹 快让我看看 干爹你没事吧 好好的咋还晕了呢 咋呀 没啥事 吓死我了 给你 你 你买花干啥呀 这多浪费钱呢 排面啊 人家病房里都有鲜花呢 这百合啊 祝您早日康复 谢谢 我看你也没啥大事 这涂个香气也行 成功虎 看啥呢 摆着啊 叔叔 这个花给您放价啊 希望叔叔可以 来来来来 不是 不 不 不不用拘空 你这一句再把我拘没了 那行 那你 这上面去 你 你 你俩是不是谈恋爱了 谁和他谈恋爱了 顶多是他暗恋我 你不要噱口喷人 叔叔 跟你解释一下 我有女朋友 比她好看 你女朋友谁啊 反正不是你 叔叔 这给您买的新鲜水果 您多吃一点 别委屈了自己 这个青铁 好甜 好好吃 我喝了好整 给干爹买 你拿去洗一洗啊 快去 稍等啊 香蕉不用洗 那你没事吧 好好好 近 近点 近点 真的好好好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没 没注意啊 没 没 没注意啊 你怎么还送百合呢 预意多好啊 行 行 行 您好 您拨他的电话 正在通话中 妈 我工作差不多了 准备就在这边了 能给我打点钱吗 我想租房子 手术 做 做什么手术 我不做手术啊 那医生让你做手术的 你没事 你还非得做手术啊 是 他做什么手术 我 我现在不就没事吗 那你比医生懂得多呗 我不知道他怎么想的啊 反正我不做 你现在给我搬出院去啊 我下午还得干活呢 还干活 你做个手术 那单位能把你开除啊 那不就少拿两天工资嘛 不是工资的事 我 我不就是个高血压吗 我做什么手术 我吃药不就完了吗 我跟你说 人认多二脉都连着了 你知道吗 这要开堂破肚了 伤元气 咱有点文化行吗 您现在都不是高血压 它是关心病 还伤元气 这都什么年代了 这就是个微疮手术 那做完躺几天 什么事都不耽误 我还不知道你吗 不就心疼那点钱吗 我不是心疼钱 咱现在有钱吗 这房子钱没了 再把钱用在这儿上 怎么着 咱爷俩以后在马路边上 咱喝西北方去 你说的叫什么话 现在都有医保 用不了你花那么多钱 不是 不是什么不是 我跟你说不明白了是吗 我告诉你 我现在不是在跟你商量 我是在命令你 你要是自己出院了 你有什么事我都不管你 你看看花多少钱 能救你自己的命 是不是香妞 是 俩 行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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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么还听别人打电话呢 我不听我能知道我女朋友到这借钱吗 省得跟没有男朋友似的 起来 干嘛呀 交手术费呀 我不用你交 不用我交 你打算自己在家给你爸做手术啊 赶紧的 还得去自己试啊 你哪儿拿的钱啊 钱多着呢 别管了 你把房租钱给他爸做手术了 自己怎么办 这不是让你开车过来帮我拿行李了吗 这个意思啊 怪不得今天态度这么好 还把手办给我 所以你是想补贴你女朋友 然后啃我 是吧 不让住 你少来这套 那烦咬一口 我什么时候说过不让住啊 我是不是老早就说让你过来 然后你自己不肯 现在为了女朋友过来贴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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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看不清啊 到底世界上谁最关心你 我看清了呀 这不是来投奔你了吗 你放 你那是看清吗 你是没办法 你妈知道怎么办 她不知道 那她要是过来呢 怎么办 她忙了小野呢 顾不上我 我跟你讲了一通 这个事情也不对劲 你妈太偏心你了 也没有 这不是我一要房租就给我了吗 我弟年纪小 还要高考 她肯定得雇她 我这找个工作就能租房子了 也不耽误 你是不 福萨吗 你来人间做慈善呢 你妈这么偏心 你给她找理由 你弟 没良心 你就这么惯着她 你那个女朋友 成天搞通搞戏 不让你省心 你搞通搞戏 你自己还挺满意的 你听明白 这个世界上只有我最操心你 结果 你不在乎 我 我没法说你了 这样吧 房租钱我不收你 但是你必须给我做饭 给我打扫屋子 答不答应 答应 好 那你妈到时候过来了 你就说 你就说合租 不然她又骂你 迟到了 给我倒下行去超市 行 正好跟小薛她爸爸买点资料 叔 我爸呢 你爸 他刚出去了 这上哪儿去 您知道吗 他跟他的外租流大去了 哦 好嘞 谢谢叔啊 没事儿 哎 是无忧贷款的方先生吧 啊 是我 哎 我想从今来带点钱 您看需要什么手续吗 带身份证就行 我身份证就行啊 哎 那什么时候能放款啊 大概 三天吧 三天啊 那 那我是不是给您提供个什么 银行卡号啊 或者 我说你这心脏病 转远到脑子了是不是 是不是新闻看的还少啊 怎么能心中骗人东西呢 没有 我 我就 你就什么你就 你就问问 啊 问什么问啊 钱都交完了 就 交完了 嗯 谁交的 谁交的你就别管了 这风这么大 流着吹风呢 不是 不是 我得管谁谁谁 谁交的啊 哎 交完了就别问了 哎 我的衣服也洗了吗 你谁呀 我凭啥给你洗啊 我谁呀 你 你听到他问的问题了没 嗯 嗯 装聋作业啊 这是我家他不给我洗 哇 无法无天了我要报警 哎 冯安普 我跟你说啊 这林拓我现在可算是暂时借给你的 你要是敢带他去什么酒吧 也给你给我发了你的皮 不好意思 我遗憾地通知你 我遗憾地通知你 我们两个现在平起平坐 两个都是黄贵妃 那我也遗憾地通知你 我是要晋升成皇后娘娘的人 皇后娘娘只能有一个 那我更遗憾地通知你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 废后的案例比比皆是 是 而且写玲玲的现实是什么 就是她现在在我家 为什么 因为我有大房子 因为我有钱 财人不 眼都不财人 你看我 会得我抓大钱 我跟她租一个并肩房子 很大的房 那很难嘞 你知道最难力点在哪里吗 就是你先找到工作 你了 又不幼稚啊你 先找工作 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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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在家 在哪儿啊 和谁 网红凭什么跟我吃饭 网红凭什么跟我喝酒啊 我最讨厌网红了 一方假脸不去 挂了 现在不是跟那网红热恋说 我要对抗全世界的时候了 安志全 你有点恶毒了啊 说好不在商口上撒盐呢 我干什么 你干什么 你什么 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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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干什么 他干什么 你干什么 小爷 怎么了 啊 啊 现在吗 你一个人 你先把定位发我 你在这儿等我啊 别乱跑 啊 行了 我弟来了 他怎么突然来了 我知道 这不上学突然跑这儿来 肯定是有什么事 没事 你去接他吧 把这儿我看着就行了 没事没事 去吧 行 那我先去接他 手术完了跟我说一声 好 你接道理跟我说一声 慢点啊 你怎么一个人过来了 不上课了 请假了 爸妈知道吗 不知道 出什么事了 没出什么事 那你不上课跑重庆来啊 离家出走啊 不是 我是来这儿有事 你该不会是来见网友的吧 不是 我是来考试的 考试 什么考试啊 艺术学院 是正规考试吗 艺术学院的特招考试 艺术学院 是正规考试吗 嗯 不是 那现在也没到高考的时候呢 什么学校啊 北兴艺术学院 不是高考那种 就是艺术院校 学音乐的 学音乐 也应该上川银啊 你该不会是想做练习生吧 不是 跟你说我明白 我想学音乐制作 音乐制作 算了 跟你说了你也不懂 哎 那是什么呀 你不跟爸妈说 他们不着急啊 怎么也得跟他们说一声 你不能告诉他们 你要告诉他们 我就直接跑了 你们谁也找不到我 行 不跟他们说 先跟我回家吧 信吗 我 换鞋 你租的房子吗 我朋友的 他爸妈出去做生意了 我借助他 妈给你租房子的钱呢 你怎么知道妈给我租房子钱了 爸妈说的说我听到了呀 你钱呢 小孩别管大人事啊 不准跟妈说 要不然以后你的事我不管了 那你就帮我保密我的事 小爷 你现在告诉我 你这个事我怎么帮你保密 你晚上不回家 爸爸能不知道吗 那找不着你不得报警吗 你就跟他们说 我来找你待一天我就回去 反正我要让他们抓回去 我就跟妈说 你把他租房子的钱给花了 说你骗家里钱 你敢珍惜 这孩子 呼 手笔的那指尖 让一切都描不可言 轻轻眨眼 想告白 让你相识从往里走来 心脏蓬蓬 太空白 会被我偷偷 在倒带 心脏蓬蓬 太空白 会被我偷偷 在倒带 为什么想追上了领海 为什么想追上了领海 想要不再带 原来这感觉就是恋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